左切右轉 每天上班時間 這樣的車流實在讓人好厭煩 22 425這樣的車速開在市區 你沒看錯 這裡是台中 而不是交通癱瘓王的雙北地區 上下班時間真的是滿曬的 還滿曬的 路上車都會轉來轉去 一樣的路只要10分鐘 或20分鐘可以到 但是你通勤的時候 可能要半小時 根據調查統計 台灣行車速度最慢 城市就在台中 位居全國第一 排名世界第十七 平均開車10公里需要24分40秒 其次是高雄的23分50秒 和日本東京相同 而台北和台南則為21分10秒 桃園則是15分20秒 合理合理合理 就感覺很塞 就塞成這樣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我覺得應該車子變多耶 然後人口也變多 外線市都移過來 其實這樣的狀況 台南也不遑多讓 可能台南騎車都比較慢吧 因為台南是古度 它的巷島不大 市有點點塞 我的上班地點是在安平 我要回到永康 照理講7公里的距離是短短的 可是時常都要開到40分鐘以上 事實上2017年 台南就曾當過爐主 當年都是世界排名第九 只要碰上廉價 更是到處動彈不得 只能說人潮一出龍 見風時間馬路就成了最大停車場 華語新聞 紅世辰 陳妍衛 五名葉高嶺景 台中台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